192年福战经验 浩文率领的诗情画意冲到了第七的位置 本月的五神团之战可谓是看点十足 下面如风就给大家罗列最重要的几点 1.本院是大副1107大堂的首秀 他的加盟使得诗情画意增加了一大波黑马 浩文的女儿村抢起一送来 变得更加的从容 上个月浩文创造奇迹 用连度最差硬件打进了16强 放话16强对他来说只是家常便饭罢了 拥有大副的浩文 应该能在16强的基础上 白尺杆头更进一步呢 2.珍宝阁服战队再次变阵 本月启用了双盘司的全新阵容 他们会和以往一样 携带一个月的500万战神 冲刺2022年的服战三连冠 双盘司能打篮 尽量还能双落花配合地听海 真正做到了让对手防不胜防 3.本月服战于岛携带1300万战神出征 毫无疑问 他们就是珍宝阁冲刺三连冠的最强对手 在待人方面 老王的神恋号回到了久违的魔王门派 和伦总的沈穆林组成了双法体系 4.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哪个服战队的更新力度最大 毫无疑问是一水雪山服战队 这个月他们虽然没有了高战神 但是硬件与上个月相比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郭无情武装和瓜哥沈穆林的首秀 非常值得期待 5.新版紫禁城上月首秀 亚军的成绩非常惊艳 这个月他们团队继续在线下聚会 老板和指挥们将齐聚深圳龙岗 在扶风老板专门打造的电竞别墅当中 征战192年武神坛 6.扫地僧的强势加盟 使得西少老街关注度大增 瞬间增加了一大波粉丝 葱郎的待人依然是让人难以捉摸 他只带了花果山一个物理系 并且还配上了无底洞 看样子他是要将四宝猴战术进行到底 7.屈腹孔庙依然在默默叙利 这个月他们还是临战神 并且出人意料地带上完花果山门派 看样子银河阿七在坚持国标点杀阵容为主的基础上 将会增加四宝花果山的打法 8.康绍与东方争论 群雄第三赛季决赛报名图 忘记佳人 近段时间的名秀园 处在了服战圈流言蜚语的最中央 东方小郑木马人组成的指挥体系 能否用一个优异的战绩 击碎这些流言蜚语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9.在刚刚结束的群雄逐鹿比赛中 七云楼拿下了175级的第一个冠军 给楼主福丰送上了一份生日大礼 本月福战神秘大佬孙总首秀 手握第一神又刀的他 让团队物理系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10.回首2020年6月份 张梦霄正式加盟生日快乐福战队 团队也正式成为了豪门福战队中的一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张梦霄算得上是指挥界的顶级劳模 春节期间都坚持打建会PK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生日快乐在175的比赛当中 从未夺冠过 生日快乐几个主力好合 张梦霄加盟2008的方案 这两个战队已经商量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月的福战 可能会是张梦霄在生日快乐的最后一战